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我是你们的宇斗姐姐 今天呢是8月5号啦 大家都知道 今天迷你世界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更新 宇斗姐姐发现呀 游戏界面已经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具体都更新了什么呢 跟着宇斗姐姐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迷你世界的生存玩法有了变化 冒险模式里增加了全新的野人玩法 我们可以驱散野人身上的黑暗魔咒 让他成为我们的伙伴 还可以给野人设定职业 哇塞 那我的生存岂不就是带了一群马仔 再也不怕野怪欺负我啦 首先呢 我们发现这里有几个新的道具 这是篝火 需要用火炬点燃 我们还可以用篝火来烤肉 这个新道具呢 是十倍 主要是起一个装饰的作用 接下来呢 就是野人图腾啦 摆放好呢 可以在这个区域 变成野人伙伴的工作区和休闲区 大家看 这里俨然是一个光场舞区好吗 还有一个新道具呢 是骨锤 使用骨锤可以解开野人身上的黑暗诅咒 帮助野人恢复他们的本来的样貌 哇 这个就厉害啦 急救包呢 可以用来给野人伙伴回血呢 也可以给自己使用 野人伙伴的生命值为零的时候就会倒地不起 我们就可以用急救包来救治他们啦 还有的话就是三个旗帜 旗帜周边呢 就是野人伙伴的工作地点 介绍了这么多新道具之后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重磅更新吧 我们的野人伙伴 嘿嘿 首先呢 我们要使用篝火烤肉 香味会吸引野人来吃烤肉 当他们被美妙的肉味给吸引了之后 大家看 他们就会进行一个神秘的光场舞仪式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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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迷你大路上萦绕着一片喜悦祥和的气氛呢 之后呢 野人们就会昏昏欲睡了 而此时 我们再用鼓锤轻轻的敲击他们的天灵盖 他们就会从黑暗祖宗中解除出来 这时候鸡肠鹿鹿的野人呢 当然会对赐予他们食物的救世主 表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 只要你给他们想外面包 他们就自然会被你幸福了 从此为你看家护院 重地砍树 嗯 野人伙伴呢是可以有不同的职业的 如果你给野人斧子或者是铲子类的工具 他们呢就可以进行植树或者是砍树的工作 如果你要是给他们锄头 他们就会替你种植和收割作物 如果你给了野人武器 那他就会变成你的守卫 主动攻击周围的野人和敌人 如果你给他一个工具箱 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工具人 哎哎哎哎 也就是你的助手 辛苦工作的野人也是需要睡觉的 所以呢我们还要给这些野人 制作一些小床 他们会自己寻找一张空床睡觉 之后呢野人伙伴和这张床就会绑钉在一起啦 他们都只会睡自己的床 狠人床呢 如果这张床上的野人伙伴死掉了 小床上的图标就会变成了小骷髅 所以呢我们要给野人食物 穿戴防具 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呀 我们的伙伴就不会死啦 好啦小伙伴们 这一次的更新大概就是这样啦 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在下方留言问一道姐姐呢 喜欢我的小伙伴 可以记得要给我点一个关注哟 爱你嬷嬷嬷 恶子 调子 敬敬 大 淋 隔 我们 Whose 咱 一 大